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初始我觉得仅家庭而已 爸爸妈妈看爸爸妈妈的状态 因为孩子毕竟来自父母的遗传很多东西 如果父母性格很暴躁 身体都是吃肉的 父母都是肉食动物的话 就是很爱吃肉 而且特别爱吃肉 孩子我觉得以素为主 肉为负吧 不要直接吃素 因为他在长身体嘛 我觉得暂时因为那个家庭环境啊 那种压力会吃素的 当然说家父母一定要给孩子吃素也没问题 光靠植物也是人是可以 但是我建议他吃根莖叶果这些全部就是食疗嘛 就是果实啊 树上的地里的瓜 果实啊 还有一个植物的根啊 叶啊 什么就是分开吃 还有就是说按季节来去吃黄色的 黑色的 这些按颜色 就对于自己的武藏 因为你毕竟就是一个哑生嘛 就是自己 就是我从医药 中医药的角度就是 食疗的角度就是吃 就吃的丰盛一点 也不能只吃白菜豆腐啊 青菜说 吃素不只是白吃青菜豆腐啊 一个植物的叶 我们吃它的叶子 然后跟 还有没在土里的 还有接在树上的 它是不一样的 营养啊 什么都不一样的啊 甚至你要有条件可以吃不同产地的植物 因为现在互联网 淘宝都可以买到呢 很多地方采的东西真的是蛮有营养的 有些东西真的是不一样 气不一样 然后慢慢的你在淘宝上买一些 就是有些干货是可以在淘宝上买的嘛 就学取一些产地好的 空气好的 甚至现在都能买到国外的东西啊 国外的水果啊 国外的这个 甚至土豆都能从国外买啊 就是很多就是我觉得那种豆角什么都能 就是根茎叶果啊 颜色搭配就够了 嗯 然后呢 肉食如果孩子想吃的话 根据他的自己的成长情况嘛 我觉得什么都不是一定的 嗯 嗯 你看牛狗 牛狗小牙吃草也长得胖短 是吧 小牛短嘛 可酱了是吧 小牛也没吃肉吧 是吧 但是老虎吃草就不行嘛 是吧 人力毕竟带着神神兮兮的一些喜气 有些孩子就不行 有些就行 嗯 但是我总 总体来说 吃素不代表营养不了 但这个见底是错的 说 哎呀 吃素的孩子肯定营养不了 这肯定是错的 但是说 吃素的孩子 就是有的是不是真的营养 真的营养不了是什么 他妈吃的太单调了 每次白菜豆腐 白菜豆腐 是他妈的 是厨房这个技术太差 就是 就这样子 那不行 那肯定是单调了嘛 是吧 如果搭配好的话 就是我不太懂你是从这个有机蔬菜 我是从药物这方面啊 就是关注这个素食 就是产地 因为药效就来自于 学不通产地嘛 产地 还有它的根筋业果都要涉猎到 豆腊啊 蛋白质的 就是 各种豆腊产品啊 是说 就是搭配啊 不能先麻烦啊 吃素就是有时候家里比如两个人嘛 你会觉得炒两个菜 炒三个菜太多了 或者什么 少炒一点 多走 就是比如说你今天你炒了个什么豆腐 你再要配个说 我要配个蛋 配个豆子 配个什么果实 配个叶子 你哪怕多炒每个就吃一口了 就是你就营养就够了 你炒三个 但是每一份炒的小一点 每个多吃一点 这就是一个中药 你要知道一天最少你吃两餐嘛 你吃两餐 这两餐都在吃药 因为中国是药食同源的嘛 因为中药也是从植物也是地里长出来的 你吃的食物也是地里长出来的植物嘛 只不过是好的 就是口味好的变成植物了 变成食物了 水稻啊 小麦变成食物了 那个气味比较强烈的变成药了嘛 是吧 这就分开了嘛 药食本身是同源的嘛 一个都在地球上生长了 那你以前吃两餐等于每天在吃药啊 你不要以为在吃饭啊 所以还蛮起 蛮起 要是注意的话真的是 一个人的身体如果你要是会调的话 光靠吃饭就行了 因为一天吃两餐药 食疗嘛 这个我觉得未来也蛮有思潮 就是可以关注一些 食疗之方 因为人体的脏气很简单 就那心肝脾肺 就那一点点东西啊 脾胃啊什么 就这一肚子 就这些东西嘛 剩下筋骨皮毛啊 血液 然后就泄气 然后就心肝脾肺肺啊 这些一泄气啊 这些 是吧 很简单的 这么骨头也是有数的 我就一直觉得人很简单 人生活也很简单 是吧 就算你不学医 你这辈子你活了四五十年了 还认不出一百粥菜啊 你认上一百粥菜搭配起来已经足够营养了 是吧 认一百粥菜 一般一个好粥医 有时候认两百粥药物已经开房子 已经不会卡手了 你不是两千粥药 蜂肠里面全部要背下 用两三百粥药很熟练的用 两三百粥常用药 人体的因为大肝病都差不多 是吧 因为长的都那些东西嘛 心肝脾肺是哪个肚子里面是长的 是吧 只不过它的干颜皮 它的干颜皮 做一点 它的什么 就是发炎了 那个做一点那个药量往下解 用的药是一样的嘛 特殊尽量解就行了嘛 所以蛮简单的嘛 是吧 吃菜也是一样的嘛 你就熟练的掌握上一百粥好像多了 你就掌握上四五十周 就是全国各地采在不同采地的有营养的食物 就是土豆采在哪里好啊 比如我觉得蜜蜂的土豆 土豆 你说我吃水果 香蕉啊 土豆啊 或者是大豆角在哪里采的 或者是不同采地的这些 四川是什么 或者水稻啊 东北的水稻啊 东北好几个地方采的水稻不一样 就是吃米饭啊 那广州的水稻是另一个 真的 长时间吃 如果你长时间吃大米 绝对不一样的 我是不太 就是说你们吃那个口感 还有吃到胃里边的感觉啊 你也可以换着吃嘛 你不用老吃一种大米嘛 是吧 根据自己的身体 包括米饭你都可以调的 买三种水稻 是吧 隔两天换着吃 不是说吃 有几十种 十种 哪怕你二三十种蔬菜 你熟练地掌握它们的 这个蔬菜是 有时候清热的 解毒的 或者什么 很多人会煲汤 很多人很熟悉这些 有二三十种蔬菜 蔬菜里面 包括根茎叶果 大家就营养够了 熟练地掌握在厨房里 怎么用它 怎么搭配它 中餐搭配 西餐搭配 是吧 就够了嘛 你的营养怎么会缺呢 然后再加上淡奶啊 食道的加入 就够了 还有运动 阳光 始终是缺放味的 现在如果你是一个大师级的 比如说你是专门做营养学的 或者是这个蔬菜 因为你没办法去要求 比如说我对面这位孩子 他是宅在宅男 宅在家里不出来 那你根据宅男搭配菜谱嘛 是吧 我就专门就给宅男搭配 他不见阳光 宅男的特性不见阳光 老是不动 是吧 他肯定不能太肥 你这个菜谱里边 如果油腻啊 或者太大 他肯定消化不了 慢慢脾胃不好了 然后吃成个胖端 是吧 为了他不再宅在家里 吃成胖端 你就给他搭配一个食谱 他肯定没意见 是吧 然后那个运动员 你给他搭配 运动员 他每天打枪 还运动 这气力消耗很大 是吧 他肯定吃青菜豆腐吃不饱 吃素吃肉 对心性有没有什么影响 嗯 有 就是吃肉食的人 比较轰卓 就是气脉 从气脉的角度 不容易 就是容易轰卓 他这个带着这个是 这采修在佛学的角度 因为肉体着信息量大 就是因为肉是带着动物的信息的嘛 那个动物如果那个动物死的时候 秤性很重的话 他还有他的信息嘛 进来 多多少少 如果你吃肉多 还是对你有影响的 有些动物的肉 对你影响蛮大 就是吃少 它影响你的情绪 嗯 吃素的也不见得脾气好多少 吃素也很执着是吧 有时候执着了 处缘也是很 但是呢 如果是修残定的话 吃素食的人还是比较清静一点 就是这个气 静一点 但是素食也很 有时候你吃一些土里边没的东西啊 残地包 吃完你看那个人那个气脉 也并不是那么好 也就是很很虚 就是我觉得少吃比较好 比如地球上的东西吃多了 真是飞不起来的 因为你就算动物 他也是在地球上吃了地球的东西 地球这个引力 就是说从修炼的角度啊 所以你看 为什么修炼的到最后都餐风引漏 都壁谷啊 就是 而且以前的阿罗海也是晚上不吃日中一餐 这个饮食对这个气脉是影响又影响的 嗯 因为一天你要吃三餐的话影响蛮大 气脉 轰濁 容易睡觉 我们经常吃完饭容易会着嘛 就是饭气攻心嘛 所以就空了嘛 他就濁气 湿热嘛 嗯 遇上一些很冷静的 经常很冷静的 他坐着 他吃 每天吃水果吃的很少 他就很 比别凉凉的清凉 他就不会烦 吃那些 就是很亲近嘛 但是始终我觉得 因为我们是在家人 饮食稍微住一下就行了 但是 就是说这个也不是关键 关键是你的 关键还是你的借底和心态 就是这些 嗯 如果你的借底不够 你吃啥也扯不了到 就是 借底还是蛮重要的 成果就叫做借底 就是不管修炼人或者什么 就是一看也不要对自己的 就是当然说 很多不是我吃肉 我吃了五十年啊 吃到四五十岁了 突然我要修炼了 我要停下来吃素 而且我又懒又不是 经常吃方便免 不爱做菜 是吧 又不会素食 又不会做菜啊 不会 我觉得 以素为主 以肉为负 就是暂时先不要考虑那么多 不要一下子把自己的饮食习惯 就完全改了 就是有时候 就是给一个过度跟缓冲 尤其身体有病的人 就是我觉得比较好 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 包括各种类的油 真的很丰盛 你可以买橄榄油啊 芝麻油啊 什么胡麻油啊 各种 还有什么玉米油啊 什么棉花各种啊 就是甚至核桃油啊 什么就是这种油很丰盛 你在淘宝都可以买到 不同的油 去买各个国家的蔬菜 买各个其实也不是很贵 就是有些干货 你买就是价格 其实也不比你 你可以抽油啊 抽调料啊 抽菜啊 在全世界各地选 但是就像这位师兄说 选点有机的 也就这样 自己种当然更好 自己 喜欢厨艺的话 我觉得买好的 嗯 现在真的太方便了 就像这种方便 在这种方便 我现在就都可以 在这种方便 可以 如果有机会 就像这种方便 就像这种方便 那种方便 比较 你会讲 你建议 我 这个方便 你认为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